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推新剧 建立作 新推荐 马上开始 四个人错终复杂的感情纠葛 是坚强面对 还是擦肩而过 追剧者的爱 我 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 刚刚那个女的可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天 我问清楚之后就把她打发走 我当然不会介意了 就算你不跟我解释 我也一样会相信你 我觉得秀云表面上是一个很 很温柔 很干净的 但内心深处呢又是 一旦决定了一个什么事情 也是不会回头一往之前的一个人 就爱一个人 可能就会爱到底 不论她现在是什么 以后是什么 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帮助你 我什么也不要你做 你听歌的话 好好待在家里 哪儿也不要去 让根叔也哪儿也不要去 不行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秀云你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秀云应该是徐继发的心肝宝贝了 但是呢 她又得对她的这种情感 进行一种割裂 她为的目的是更加地保护她 不让她牵扯进来 使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关爱她 对她来说 内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但她只能把这个情感的 压在心里边 等一下 徐小姐 你这是干嘛 我 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林总 林源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演员 我知道她平时经常去救助 收养一些的小动物 无论是从专业上 业务上 也很认真 她的气质给人的感觉 也是比较清新和干净的 李秋 这是我准备的 我找了很多家店 选了很久 李秋应该是比较敢爱敢恨的那种 也是一个大小姐 市长的女儿 一旦决定了要什么 就非要得到不可 她非常喜欢林逸晨 可是她不知道呢 此时的林逸晨已经不是真正的林逸晨了 所以这二者之间呢 也会产生一些错位 特别大的误会 李秋 真的想结婚啊 你想结吗 以前的林逸晨一定想的 现在呢 现在的林逸晨 哥哥死了 他的命运改变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 情感也是在不断地递进的 徐继发会发现 李秋其实也是有她非常可爱的一面 但是这种情感她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她早已心有所属 但她又不知道 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她 李秋也会发现 此时的这个林逸晨 跟以前的林逸晨也不一样 反而比以前多了更多的一种男人气感 而这点恰恰反而会更吸引她了 她原本是打算放弃的没准 但恰恰因为这样的话 她反而不放弃了 这就是徐继发的 在计划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徐继发最后的选择非常有意思 或者说她是一个谜 因为她选择了能够超出感情之外的东西 若为自由物 二者皆可跑 但她的自由物 是另外的一种概念 生活可以很灿烂 爱情也是一样 还请您继续关注电视剧面具背后 我是李同学 新推荐 期待下次再见